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世界 来 没关系 稍等 因为这个我要补充一下 因为很多人观念之间错误 认为 讲到世界就是外面的 这个地球 这个世界有几个国家 讲到世界就认为是外面的这个世界 这些外面的世界当然是存在 但是要知道 你忧悲恼苦的世界 这是属于你自己的 同样处在这个世界 很多人他可以过得很幸福 很快乐 很安心 有的人他过得忧悲恼苦 甚至要到自杀 所以重点不是在外面这个世界 来 请大家好好体会这一点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世界 我还是用透过释迦牟尼佛讲的一段话 真正的世界 就是我们的六根 跟外境六层接触之后 有感受之后所形成的 你的感觉的世界 你有感知到的世界 这是每个人的世界 我再讲一遍 真正的世界 是每个人的六根 就是眼睛耳朵 眼耳鼻舌身意 这六根是每个人向外的 连接器官 也像那个照相机 摄影机 我们的眼睛 它是照相机 摄影机 它不断的在捕抓 各种外面的场景讯息 捕抓进来之后 进入你的意根里面 去思维 去判断 去感觉 我们的六根 就是我们的生命 跟外境沟通连接的桥梁 那你捕抓到什么 抓进来 进入你的世界 心灵里面去感受 这个就形成了你的世界 你的六根捕抓不到的 就不在你的世界里 好体会 所以什么叫做苦海 什么是地狱 那不是讲外境的 苦海地狱天堂 都是你的六根捕抓来之后 所形成的世界 好好体会 每个人都有属于每个人的世界 因为你的六根 你的感官 感觉器官 向外捕抓 接触 我们讲捕抓 他就是接触之后 你有所觉受 有觉受之后 他就 这个觉受就进入你的心 有忧悲 恼苦 喜怒 哀乐 这个就形成你的世界 为什么 看到 亲人 病亡 病故 你会 牵挂 你会 忧悲 恼 苦 因为 你的眼睛 你的耳朵 听到这样的讯息 这个讯息 进入你的世界了 你听到之后 你的意根去判断 这是我的爱人 我的家人 产生重大意外 你受不了 所以 你内心 就起的 痛苦 昨天 还在 吃喝玩乐 在天堂 那今天 因为这样的场景 冲击过来 受不了 所以就 掉入地狱 为什么 其他人 不会因为 你的亲 亲人 病故 而伤心 因为 这些讯息 没有进入 他的世界 没有进入 他的感官 里面 所以大家 要好好体会 很多人 错误的认知 认为世界 苦海 是外面 外境 所以就变成 冲错方向 一直要 逃离 这个地球 要逃离 什么世界 变成消极 悲观 然后就是要设法 逃离他 真的 这个是冲错方向 错觉 错觉 这个地球 这个世界 本来就是净土 本来就是天堂 所以众生 错误的观念之间 认为 五着二四是外境 不是 天地父母 没有亏待我们 都是这样 爱护我们 这个地球 这个是天地父母 的显向 可是 众生的认知 却是 把他颠倒了 没有认知 没有认识出 天地父母 对我们的爱 然后反而 还反过来 厌恶他 不知感恩 还要逃离他 所以大家 要体会 真正佛陀 我所讲的世界 那个苦海 这个苦海的世界 就是我们的 六 我们的感官 所接触到的 所形成这样的一个 感觉的世界 好 那至于你这个世界 来大家 这样 现在到这里 这样你能够理解吗 因为 再来要讲下一个阶段 这样可以理解吗 所以不要把说苦海 认为是外面 苦海 就是因为 你的感官 跟外境接触之后 有很多很多 你的不要 你不想看到的 偏偏在你的世界 呈现 那问题 一个很 更深的问题就是 因为 你没有用智慧 去经营你的生命 每个人世界 你 每个人这个世界 那个主人 那个源头 那个主人是谁 是自己 你是你的世界 你的世界的主人 你是你的世界的源头 先生的世界 当太太的 只能够关心 但没办法替代 当太太的 她的 有她的世界 她的世界 就像她的老病死 当先生的 没办法替代 同样一件事情 先生不牵挂 当太太的 却很牵挂 很操心 别人 替代不了她 当儿女的 有儿女的世界 所以大家 先把这些观念 搞清楚 然后进一步 去体会到 原来 你要活在苦海 或是活在天堂里面 原来这个 主人翁 是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的世界 是我们在经营 你不会经营 你不知道 你不会经营 你就会把你的世界 搞得乱七八糟 搞得一团乱 然后又不负责任 然后一直在怪天怪地 怪东怪西 怪祖先 然后包括 一直要把祖坟在那里 牵来牵去 让祖先不得安宁 很多都一直在 怪外境怪别人 而不知道说 自己糊里糊涂的 把自己的世界 经营的一塌糊涂 没有开启智慧 然后就这样 用自我 去 冲冲冲 用自我 背道而止 然后形成 所谓的苦海 所以大家要正确的理解 才知道说 你才能够怎么样 怎么样 处理真正的苦海 如果我们错误的观念之间 你本身 这个自我 他就是在制造苦海 他是苦海的 创造者 每个人 每个人的苦海 那个自我就是苦海的创造者 但是他却看不到 自己在创造 自己在制造问题 然后 做了很多 很 副作用的事情 做了很重的 很多恶因 自己不知道 觉察不到 等到那些不好的果报 现前的时候 又是 怪东怪西 怪别人 怪天怪地 或是 反正应付不了了 我 受不了了 就要设法脱逃 就像 你在 你来到一个地方 把这个地方 搞得一团浪 搞得乌烟瘴气 然后你受不了 受不了 然后你又要 逃走 又不负责任 所以这样 你的苦海 会不会消失 不会消失的 因为 你不知道 这个自我 我们这个自我 就是苦海的 创造者 一般人很少跟你讲到 这么深的问题 根源 总是认为 我们生在五周二世 这个怎么样 所以我们赶快 逃离 天地父母这样在 呵护我们 爱护我们 我们竟然不知感恩 还要厌恶他 还要逃离他 然后我们这个 就像个不懂事的小孩子 制造很多问题 把他破坏 搞得乌烟瘴气 不负责任 然后还在 还在怪罪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我一直常常提到 要醒过来 醒过来 要觉醒过来 你才知道 我们过去 是怎么样的 在放荡 是怎么样的 在任性 制造各种问题 而又不负责任 还都在怪外境 你才会看到 原来我们过去 是活在颠倒 梦想的世界 制造问题 又不负责任 制造苦海 又不承认 好 等到有一天 你真正逐渐 觉醒过来 你体会到了 那些事实 那些苦海的 是怎么形成 自我是怎么样 在任性 当你有一天 你去反观到 自己的种种问题之后 这时候 你会 所谓的 觉醒觉悟 这个才是 所谓的开悟 不是练功夫 或是打坐 打坐到某种情况 有什么 进入某种 殊胜场景 然后就说 开悟 那个也是 另一种开悟 但是跟你 能不能真正 把忧悲 恼苦 仔细 净化 那个是不一样的方向 所以 真正的开悟是 当然是一个 很重要的阶段 你去反观 造建道 我们过去 是活在颠倒 梦想的世界 用很多 错误的观念之间 在经营 我们的人生 我们不知道 把幸福的人生 经营的 变成冲突 痛苦 忧悲 恼苦不断 把美丽的 天堂 净土 我们把它搞得 乌烟瘴气 然后不负责任 又在怪外境 有一天 当你真正 逐渐觉醒之后 你才会 体会到 我们过去是 怎么样活在颠倒梦想 的世界 所以 心经里面 才有一句话 我们要早日 怎么样 远离颠倒梦想 这个很 很重要的一句话 远离颠倒梦想 问题是 一般人 他不知道 什么就是颠倒梦想 他不知道 没有人点名 他 就是用自我 任性的在运作 讲白话一点 就是 用自我在颠倒梦想的 世界里面 任性的运作 但他不知道 不知道 等到有一天 当他学习到了 优质的 传统化 学习到了 高等的智慧 然后 开发明觉 反观 反观 逐渐回来 反观之后 一对比 一对比 那些宇宙的 这种高等心灵的 智慧 然后一对比之后 才会发现 原来我们过去是用这样的观念之间在运作 原来我们过去是这样在背道而耻在运作 这个重大的发现才会让你的生命大翻转过来 你才会去体会到什么叫做过去活在颠倒梦想的世界 这时候你的生命才会进行所谓的蜕变与重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